身份證之後報錯了 還要告他 報名證 你夭夭喔 不只是謊報身份證 警方一查更發現 這名租姓嫌犯 竟然是切刀及毒品通緝犯 水深背包還被搜出 毒品海洛因 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 內湖分局 東湖派揮所方面說明 偵辦經過 派手同仁 單撫入口安全大使法請問我 於東湖網汐止體外便道 發現租姓犯險騎乘機車 違規跨越雙白線 上前盤查發現犯險 緩暴身份證字號 且眼神閃爍 後來查證人被誤迫發現 他是桃園地獄發佈的竊盜 以及毒品通緝犯 並且在其隨行背包 發現海洛因 安非他命 吸食器 針酮等 全案須以我本分局 以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以請市益業署偵辦 警方當場將租姓嫌犯上號逮捕 並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內部分局方面表示 為了貫徹掃蕩毒品決心 將持續加強查契各類毒品 同時向上溯源 向下刨根 全力打擊販毒集團 不法犯行 還給民眾安心的生活環境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